《吹角节节》 节期的所有寄生 都象征着基督 借着十字架 为全人类的罪 做赎价的牺牲 可以说 节期的祭物 安息日祭物 长番祭祭物 以及各种赎罪祭物 都在象征着基督的牺牲 不是吗? 因此 只有正确继承 基督所表明的牺牲 和爱 福音 才能完全传向全世界 我们通过 马太福音二十章 来确认一下此教导 看二十章二十六节 只是 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什么呢? 暑假 犯罪的是别人 代替此人赎罪 付出牺牲的 我们称此为暑假 是吧? 耶稣基督 就是站在这种立场 来到了这世上 我们犯了罪 可是上帝 却在十字架上受苦难 因为我的罪 上帝受被造物的嘲笑 因为我的罪 被残酷的鞭打 因为我的罪 被枪刺肋旁 在此时代 希望我们 绝对不要遗忘 这所有的历史 看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 一节话语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榜币 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 生长如嫩芽 像根处于干地 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 颜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 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 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这是上帝 这是上帝对七百年后 将要登场的基督的样子 提前做的预言 圣经小语说 基督所受的所有煎熬 疼痛和痛苦 全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儿女所致 因此 就像约翰一书中的话语一样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放过罪 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 那么 我们就要完全照着基督 所树立的爱的榜样 去做才行 若用一句话来定义基督的牺牲 那就是 上帝伟大 神圣的爱 不是吗 新约不是随随便便就建立起来的 立新约时 用的不是别的 正是基督牺牲之血 以基督的牺牲 建立的约就是新约 不是吗 为了让在新约真理之中的灵魂得救 你们要常常彼此关照 联合 彼此相爱 我们通过约翰福音13章 来确认一下此话语 看13章34节话语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怎样呢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紧接着 在后面的话语中说明了 我们彼此间的谦让 要达到何种程度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爱你们这句话 其实就是指 我爱你们 甚至不惜做了赎罪的牺牲祭物 所以上帝也希望西安的弟兄姐妹 能够这样彼此相爱 35节 你们若是否则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 因此就认出你们 是我的门徒了 因此 给予我们的新命令 就是新约真理 不是吗 所以 我们要照此命令 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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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行 请打开 罗马书八章 看八章 35节话语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 隔绝呢 正确理解 基督之爱的人 绝不会小看基督 十字架的牺牲 因此 这里才说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即便有刀剑的威胁 即便吃不上饭 忍饥挨饿 即便有各种逼迫 和患难 即便生活困苦 但这些 却无法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 圣经给予了 我们这种确信 36节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 如江仔的羊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上帝的爱 怎样呢 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基督在十字架上 留下了宝血 所以 我们有必要想一想 他是为了谁 而承受了 这所有的疼痛 侮辱 蔑视 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罪 是因为我 才造成的这种牺牲和痛苦 不是吗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站在那种立场 处在那种状况 我们不能想 因为我是在前的 所以当然 要受到礼遇 而要想 基督施予了我们 怎样的爱 在前的我们 要施予西安家族 什么才行呢 在吹角节节期 要思考这些问题才行 这才是真正悔改之人 才能具备的信心姿态 不是吗 看一下罗马书 十二章十节话语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彼此恭敬人 要彼此怎样呢 推让 世上 有下级 要服侍上级的礼仪规范 但 经上小语说 在信心中 要彼此服侍 继续看十一节话语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因为 以敬畏上帝的心 去做西安中的所有事 所以 佛音就像天上母亲赐予的祝福话语一样 被圣灵充满 飞速发展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横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味地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作为先领悟真理 先领受上帝爱的人 要像后来的家人 至今 还在世俗中 没领悟上帝的人 多多显明上帝的爱 我们要树立这种榜样才行 重新看一下十六节话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道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怎样呢 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身边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剩 反要以善甚恶 希望我们不要忘记 这就是上帝 给予所有西安儿女的教导 是我们 必须要实践和跟随的 上帝的命令和吩咐 因为我们在天上 地上犯的罪 所以才让父亲母亲 穿上了肉身的账目 在这地上 遭受了众人的嘲弄 逼迫和毁谤 即便如此 父亲母亲 也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儿女 付出了一生 这所有的一切 全都是因为我们 通过此次的吹角节 我们要铭记此事时 当我们产生各种不满 各种越言时 都要重新回顾一下 自身才行 要想一想 自己对上帝做了什么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自己的罪 不是吗 是因我的罪 因我犯的罪 可以说 当我们有这种灵悟时 才真正找到了 悔改的节气意义 看罗马书十三章 十节话语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怎样呢 完全了律法 上帝施予的爱 绝不是向灵舍行恶 不是以恶报恶 上帝赐予我们新约律法时 我们有一个需要 领悟的部分 那就是爱 可以说 这是核心内容 当我们心中 领受上帝那伟大的爱 并向世上所有人 施予此爱时 我们才能拯救这世界 救赎这世界 若只做自己喜欢的 自己想做的事 尽情地升到 自己想要的高位 那么 在这种状况中 就绝对无法拯救世界 上帝吩咐说 要将福音传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换句话说就是 要拯救世界的意思 不是吗 为了拯救世界 而来到这世上的基督 是如何开展拯救施工的 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此问题 基督 代替我们的罪 成为赎罪的祭物 借此 显明了上帝 是如此珍惜和爱我们 那么 我们西安的家族 也要彼此施予这种 美丽的爱 彼此联合 和睦 将所有的西安家族 都引导到 上帝所盼望的 永恒天国才行 因此 经上说 爱就怎样呢 爱就完全了律法 下了这种结论 不是吗 通过今天这吹角节 我们有许多 要悔改的部分 父亲母亲 甚至代替我们 不惜做了赎罪的 牺牲祭物 可我们 却在小事上 也想受人服侍 想被抬高 若得不到这种对待 就灰心 失望 受试探 从而失去 在这地上 实践上帝爱的机会 所以 从今天起 我们要正确领悟 通过吹角节 所赐予的悔改的意义 并去实践基督的大爱 向所有西安家族分享 实践上帝之爱 希望我们 都具备这种决心和意志 请翻开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 看十三章 一节话语 我现今 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德罗 想得博弈般 我若有先知 讲道智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即使具备了了不起的信心 明白上帝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却没有爱 就怎样呢 说若没有爱 就算不得什么 上帝来到这世上的原因 就是因为非常爱我们 不是吗 若一切都按法律处理 那么上帝就没必要 来到这世上 上帝为何作为赎架 在十字架上牺牲呢 犯罪的人受刑罚 是理所当然的 但马太福音二十章中记录说 上帝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牺牲 才作为赎架来到这世上 继续看三节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基督的爱 管辖我们的心 基督的爱 涌入我们的心扉 在充满圣灵的信心中 绝不会计算人的恶 看六节话语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知能 终必归于无有 如果预言已经成就 那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说方言知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地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亲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 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常存的 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各位 上帝 上帝一爱立了新约 因为爱我们 为了做我们的暑假 而来到了这世上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中 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 我们若是跟随基督的人 就要向所有的西安家族 做好这种信心的榜样 才行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母亲常常强调的 弟兄姐妹的联合 与和睦 联合与和睦 换句话说就是爱 要在爱中 成就这一切才行 一起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 十六章 十三节话语 你们不要警醒 在真道上 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凡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说无论做什么 都要凭爱心做 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我们若连理所应当的事 都做不到 上帝如何能说 我们是他 所喜悦的完成品呢 在前的人做事 也要以牺牲 和侍奉的心 去做所有的事 这样才是真正在前的人 在前的人 之所以在那位置 是为了实践上帝的旨意 因此 对于后进来的家人 我们也要向他们 展现这种恩典 美丽的信心姿态 不是吗 继续看十二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我们若彼此相爱 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付差子做世人的救助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凡任耶稣为上帝儿子的 上帝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横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上帝一直以来 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呢 为我们付出爱与牺牲 将自己所有的荣耀置于身后 为我们度过了一生 不是吗 看十八节话语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 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爱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人若说 我爱上帝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上帝 爱上帝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 从上帝所受的命令 若是能这样 那么就能完成 拯救人类的事工 变化成 爱的上帝的形象 西安的所有子女 要在此次 时日的悔改期间 在这些方面 完全悔改 成为爱的实践者 以爱和牺牲 向人类 施予救恩 成为 与上帝相像的 美丽的弟兄姐妹 愿各位 在此话语中 得到恩典 以此结束话语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